權動法是國防部因應著國家安全 基於緊急命令發布時的方式來做檢討 在這個檢討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外界有一些誤會 我們在這個檢討的過程當中 絕對沒有要學生上場 也沒有要學生做武器 而且也沒有新聞的潛質的問題 在整個預告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在蒐集各界的意見 我也在這裡特別要求國防部還有各部會 對於各界的建議要好好的蒐集 而且好好的分析研議 我也特別請國防部要跟各界和社會多做國通 讓大家能夠了解動用法的重要性 在目前在蒐集資料的過程 還有各界意見的過程當中 我也請國防部務必要審慎的研議 參採各方的意見做最好的修法 日美稱九成退役軍官赴中國出賣情報 還提到外審因素 院長怎麼看 這件事外交部跟國防部 已經有做澄清跟說明 我們在這裡要特別的強調 我們對國軍是對台灣的防衛相當的重要 我們大家要相信我國軍 而且要國軍要有信心 全球現在出現缺藥槽 連總統蔡英文也相當關心 想請問院長目前中央相關單位有何措施 缺藥是全球性的問題 包括了原料藥跟原物料的缺乏 還有有一些製造商受到了這一些生產商的困擾 所以這一個全球缺藥的問題 我們也特別審慎的來因應 那我們請這個衛福部 就這一個缺藥的問題 做了短中長期的規劃 在這個規劃的過程當中 到目前所勸缺的83種藥品 實際上只剩下兩三種藥品 因為國外的藥廠這個停產的關係 我們在掃尋替代藥以外 其他的藥物的供應 我們相信在3月份的時候 都會得到很好的緩解 還有很好的替代的因應 那我們未來也會加強 對於我們國家的 我國的學民藥廠 給予特別的支持 讓這些國產的學民藥廠 都能夠更加的健全 能夠做更好的生產的安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